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程静 洛亚采访报道 吴清重罚做空股市 专家或引更大撤资风暴 日前中国股市户值返回3000点 此前A股持续暴跌 新任中正建主席吴清夏重手罚做空股市 但专家认为 限制卖股票 不但股市不会持久上涨 或引发恐慌 先更大撤资风暴 中共病急乱投医 应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 户指过去一年暴跌 本周升返3000点 A股三大指数 周五23日继续微涨 户指收市升0.55% 爆3004.88点 深城只升0.28% 创指升0.02% 两市成交9220亿元 北向资金卖出0.92亿元 户指已微涨8个交易日 本周累升4.85% 创去年12月上旬以来新高 引发关注中国股市翻转了吗 在此之前 A股持续暴跌 这波暴跌潮开始于去年年中 户指从3000点保卫战 一路下跌至2700点保卫战 全年主要股指 户指累计跌3.7% 深城指累计跌13.54% 创业板指累计跌19.41% 今年1月 户指在跌6.27% 深城指数跌13.77% 创业板指数跌16.81% 科创指数跌19.62% 股灾中 股民绝望地问 A股何时跌到底 进入2月更是惨不忍睹 户指2月5日失守2700点 达5年新低 一度跌至2655.09点 引发股民到美国驻华使馆微博账号 留下13万留言求救 被封后 又转往印度使馆账号留言 继续发泄绝望情绪 不同于西方股市 中国股市有两一散户股民 股市暴跌 直接影响大多股民的利益 2月6日 彭博社引用匿名消息指出 中共党魁习近平将与金融机构 讨论股市问题 消息未获官方确认 但2月7日中共证监会主席议会满的职位 被称为券商屠夫的吴卿顶替 吴卿下众手打坐空 个案最高罚莫于8000万 吴卿上任两天 即开出巨额罚单 指上海四二星科技提供的 在上海申请上市的虚假材料 行政处罚1200多万元 对所谓规定不能炒股的证券从业人员63人 以违规炒股罚款合计8000多万元 对长城证券原副总裁韩非 罚款近1亿2000万元 但是龙年开始第一天 周一19日量化巨头宁军投资顶峰作案 一分钟抛出25亿元股票 遭上海证交所和深圳证交所重罚 禁止交易三天 宁军投资则道歉 承诺做多中国股市 市场盛传中共限制机构做空 即在开市后 收市前30分钟净卖出股票 禁止透过股票指数 期货做空A股 彭博周三晚报道了该禁令 证监会在周四22日的声明中回应 此举是为了履行交易监管职责 不是限制卖出 前中国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合规官 梁绍华23日对大纪元说 量化交易本身就是程序化设计 它的风险敞口 就是靠快速的高频买卖来实现收益 设定的条件达到就卖出 宁钧是通过量化投资 然后无风险套利 通过这种方式 争取低风险或无风险的利益 他如果不能卖空 这个量化投资策略就没法实现 几天来 吴钦还重罚了一些个体 澎湃新闻报道 证监会周四晚披露了六份行政处分书 当中三份牵涉横移石化内线交易 共五人事案 并裁定没收陆长水张维阳所得1298万元 并处罚款1298万元 证监会还没收了妙灵红 邵林平夫妇所得28万元 并处罚款28万元 以及罚陈建平60万元 其余三份行政处罚均属操纵上市公司股票 包括张顺平操弄11档股票 被罚最重 没收其违法所得2085万元 并处以6255万元罚款 限制做空是短期手段 反而造成恐慌心理 外界关注 如果股市长期不准抛售 重罚做空 将会给这样的私募基金或投行带来亏损 台湾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日前对大纪元表示 当然是这样 因为这里有个问题 对交易做限制相当于对市场不信任 因为我看好就做多 看坏就做空 这是市场交易两边必须的 做空的人将来是要买回 你让他做空 将来他才会有买盘回来 他要回补 所以 吴嘉龙认为 对证券交易技术上限制 其实没有必要 SexoMarkets首席中国策略师黄永辉 对路透说 这些都是短期的技术性手段 如果这些措施持续下去 从长远来看 将对市场运行造成损害 吴嘉龙还说 从技术上限制人家交易 这个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造成那些私募基金 投资公司更恐慌 因为他们急需调整 如果不能做空 可能新的资金不敢进场 新的资金不敢进来 原来的资金要跑又没得跑 这样会造成一种恐慌心理 恐慌心理扩散 到时官方要丢2000亿 还是2万亿资金来救市场 恐怕都无效 不让卖股票 股市会上涨 专家会引更大撤资风暴 结果就是 吴嘉龙说 当市场对政府失去信任 再加上对中国经济前景信心 还没回来 估计会在投资圈 引发更大的撤资风暴 有可能会让股市 产生更大的卖压 新的资金不敢进来 旧的资金更要跑 股市的真正问题 不是表面上这些资金 融资融券交易的利率 做空的限制这些 股市不是这样旧的 这个不会有效果 我不晓得他们到底了不了解 怎么救股市 梁绍华也认为 这种措施没有用 只是短期可能限制卖出 而限制卖出 就意味着没人买进 它会导致这个市场没有流动性 之后越来越成一滩死水 他说 本来中国股票市场就是T加1 今天买只能隔天卖 比不上西方T加0市场 限制卖出 更破坏了市场流动性 对市场非常不利 其实并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 股票市场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市场 中共却反其道而行之 结果投资者一旦有机会 就会逃出 因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有机会卖出 这种市场 大家的预期是非常可怕的 梁绍华认为 当一个股票市场已经变成行政主导 他绝对不会像当政者认为的 不让卖出 股票就会上涨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它会导致股票市场慢慢失去流动性 慢慢萎缩 失去原来的功能 分析 中共病急乱投医 应解决背后经济深层问题 股市被形容为是经济的晴雨表 目前中国经济正遭受通货紧缩 出口放缓和消费者信心疲软的影响 许多投资者已决定将资金投向别处 《华尔街日报》说 现在宣布他们扭转市场的努力取得了胜利 可能还为时过早 2月22日官方公布数据显示 1月的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出现14年来最大跌幅 而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出现下降 去年进入中国的新外国直接投资 降至三年来的最低水平 据中共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消息 反映外资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负债 2023年仅为330亿美元 较2022年暴跌82% 吴嘉龙认为 真正要解决的是股市背后的经济深层问题 包括就业要回来 企业订单要回来 房地产走出低迷等 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 上市公司的营收获利还会看空 理论上 所有经济 财政 金融的问题 都可以找到解决办法 但是要够聪明 有魄力及时采取行动 有时候必须认赔 就是牺牲一点小的来就大的 总之这种问题其实也不是一定没救 但是非常困难 中共采取了一系列就是措施 包括主要贷款利率下调 国家队持续购买股票 监察上市公司 限制销售 誓言防止异常波动 持续发出稳外资等积极信号 根据高盛估计 过去一个月 国家队已经买入约700亿人民币A股 而能够稳定市场的基本规模约为2000亿元 相当于流通市值的0.8%左右 但是 吴嘉隆认为 现在就是病急乱投医 搞错了方向 他们想要去经济维稳 追求经济安全 用意没错 但是很可能手段不对 结果问题会更糟糕 中共领导班子里面 懂金融 懂市场的很少 懂资本主义市场运作的少之又少 所以非常可能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想要就股市 就经济 推出来的手段 反而是误判 造成更大的伤害 吴嘉隆认为 要解决中国的股市和经济 有一个关卡 一定要跨过去 就是要把香港还给香港人 才是关键 大陆的资金 经济 金融等很多方面 包括应付美国的关税战 科技限制等 都要透过香港 但是把香港搞成这样 感人扬长而去 逃到世界各地去了 梁绍华也说 中国整体经济面不好 就不能支撑股票的业绩 中共想修正这种趋势 不是去改变整个市场的未来预期 比如经济改革 外贸 基建投资等 只是去限制股票卖出 这没有任何用的 你不可能一直限制它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